看见警察在追加速逃逸撞上路边机车 车上两个人被当场逮捕 但还有三个人早一步开车门徒步逃逸 想要冲上去追已经来不及 事发在新北市汐止 25号晚上10点多 警方在大同路三段直勤拦 一辆车车碰上拦检站 拒检加速逃逸 开了一小段路之后 把车丢在路边另一辆车来接驳 远警发现后追上去 最后在交流道口 装上机车才停下来 车里三个人趁机落跑 只有两人被抓 当时接近半夜 外头警匪追逐 附近居民听到巨响受到惊吓 连机车都受到波及 被当场抓到的两人 是三十岁送信车主 和二十一岁无人性男子 两人都是外籍人士 合法拘留 车上也没有违禁品 但他们不愿意交代 逃跑三人的身份和资料 不服蓝检 跑给警察追 还换车 想要甩开追捕 最后酿权车祸 连逃跑的人是谁 也不肯说出来 警方不排除 他们是逃逸 一共将持续追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